防风公子,请吧 枪炫的声音,平静而又冷淡 小妖看着前方两人一起离去的背影 第一次,心内不是忧心忡忡地担心 毕竟那本于灵图册,就足以说明防风背对枪炫的态度 不管是因为什么,香柳对枪炫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 也许前世对立的两人,今生亦可以短暂前行 况且,香柳那九个头,可比她这一个头好用多了 她一个头,就能把她九个头都想不明白的事,给弄得明明白白的 香柳和枪炫之间如何相处 只要香柳自己有了想法和方向,是轮不到她操心的 小妖一边往店内走去,一边在心里默算 她一个头能比得上她九个头 那她岂不是九个头,相当于,她八十一个头 这么算下来,香柳竟是比她足足多了八十个头 萨萨秋风里,朝云风上的凤凰陵内,响起小主人久违的笑声 凤凰树的落叶,亦随着这开怀的笑声在秋风里,缓缓飘落 小妖在朝云风上笑得开心,已经走到山下的两人 相处得,却实在是谈不上愉快 枪炫一改之前温和有礼的模样 瘦人的目光,转向防风被 语气中,更是带着怒意 小妖刚刚为什么哭 防风被冷笑,林中那人果然是枪炫 这个问题,王子应该去问小妖,而不是问我 枪炫怒急返笑 那她可是,因你才如此伤心 这个问题,防风被没有否认 她停顿了一瞬,坦然承认 是又如何 枪炫停下脚步,在两人之间设下结界 逼人的目光直视防风被 轻蔑地说道 小妖的身份,不是你这种人该消想的 防风公子,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才好 防风被毫不畏惧地对上枪炫的视线 却是似笑非笑地说 你现在,又是在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这句话 小妖的哥哥,还是轩辕的王子 又或者,防风被的话没有说完 枪炫却完全明白她的未尽之语 果真只有男人才最了解男人 也只有防风被,才能意识到她心里 一向都无人知晓的隐秘心思 防风被的视线越过枪炫 看向朝云风 悠悠说道 我倒是有一句话想要送给殿下 切记,要摆好自己的位置 别把原本亲近的人,推远了 防风被手指轻点,破了枪炫的结界 扬长而去,身影很快消失在缭绕的云雾里 凤凰陵内,小妖坐在鞦韆架上 阿念围着小妖不停地转 姐姐,你说哥哥怎么还不来啊 小妖摸了摸耳朵,十分无奈 快了,快了 你再念个百十来遍,就能把枪炫念来了 阿念,我发现父王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真的是起得太对了 啊,姐姐你说什么 阿念翘手看着林外,并没听清小妖说的话 小妖抱着一旁的鞦韆绳 慢慢晃悠,有气无力地说 没什么,你还是接着念枪炫吧 对小妖来说,阿念简直就是第二个入收 念枪炫念得她耳朵疼 想到入收,小妖心思动了一下 阿念,入收给你写过信没 阿念有些不确定地说 她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应该给我带过几封吧 但是我都没看,都交给海棠去回信了 她那个人,一向只会说叫我 笑话我,便是写信也不会有什么好话 小妖淡淡地哦了一声 看来,她这个半路回归的王姬就是和阿念不一样 好话或者坏话,她一句都没有 自从她离开昊陵,回到轩辕以后 入收竟是一封信也没给她写过 倒是从昊陵送往北山的君资路线 已是十分完善,不用她操什么心 小妖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遗憾的 真算起来,入收竟是她重生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朋友 因应则是第二个 其实上辈子,她是文小六的时候 和入收的相处还是很愉快的 入收那个人,其实蛮对她的脾气的 但是她恢复王姬的身份以后 入收并不知道她是文小六 两人之间便有了距离 这辈子因为她们三个人一起在耗灵一枕的那段时间 实在是轻松欢乐 她还以为她和入收已经算是朋友了 但现在,从结果看来,是她想多了 在入收的心里,她应该只是个难以应付的王姬 实在是谈不上朋友二次 小妖心内淡淡的遗憾,随着枪炫的到来 阿念的欢舞,被冲散的一干二净 小妖很欣慰,枪炫来了 她的耳根子终于可以清静了 哥哥,你终于来了 我和姐姐都等了你好久了 枪炫举起手里的糕点,微笑着说 城内,新开了个糕点铺子 专做浩灵的点心 我怕下面的人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口味 亲自去给你们买了几盒 阿念满心欢喜地接过来 先前等人的一点埋怨,直接烟消云散 小妖看着又是被枪炫几句话就哄得十分开心的阿念 她突然感觉 如果枪炫愿意并且能够很轻易地就哄好阿念 而阿念也会从枪炫的行为中收获到真实的快乐 那么这两个人之间一直都是这种相处模式 那对阿念来说 她就是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 小妖又看向枪炫 枪炫的情绪一向轻易不会外露 所以外人很难得知她心内真实的想法 最起码此时 小妖就无法从枪炫的表情上 判断出她和防风贝之间的这段下山之路是否愉快 但是小妖也不在意 枪炫注定是她的哥哥 香柳注定是她的爱人 有她在 要想这两个人一辈子不打交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就当作是提前磨合好了 枪炫到了 这碗饭便可以吃起来了 枪炫盛了碗汤 放到阿念手边 阿念心里美滋滋的甜 小口小口地喝着 枪炫又要再盛一碗给小妖 小妖却是拿出了两瓶酒 递了一瓶给枪炫 枪炫饮了一口盘桃酿 想起来一件事 小妖 之前的大朝会后 我遇见了五王叔 他让我给你带句话 小妖有点疑惑 带什么话 他最近这么消停 也没什么心思干什么坏事 哪里又惹到他这个好舅舅了 他说 你送给他和七王的那件礼物 他很喜欢 改日会寻更好的给你送来 阿念在一旁问道 姐姐 你还给他们准备礼物了吗 我怎么不记得 小妖恍然 原来是这事 她黑黑笑起来 没有礼物 盒子是空的 空的 枪炫和阿念一起问道 对 小妖说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最后的最后 那场刺杀就是大梦一场空 这个主意 还是当初一枕的时候 防风被帮他想的 他仔细琢磨 竟是甚合他心 他们两个都有一大家子要养 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无关人等身上 能省还是省省吧 枪炫和阿念同时笑起来 对小妖表示佩服不已 很多时候 枪炫都感觉小妖像姐姐 总是提前为她规划 安排好一切 回轩园是如此 刺杀是如此 甚至朝堂上空出来的位置 她都早早地为她备好了人选 但是现在 她又明显感觉到小妖童真 调皮像小女孩的一面 也更像当初 凤凰林中那个娇蛮霸道 不讲理 却会护着她不被别人欺负的妹妹 阿念瞧着小妖的盘桃酿好喝 缠着小妖喝了几口 果真没喝两口就醉了 被海棠扶着回去请殿休息 阿念走后 小妖把玉剪帝给了枪炫 枪炫简直比小妖当时的反应还要激烈 她瞬间站起身来 把身前的酒杯都带翻在地 小妖 这是你从哪里得来的 小妖手里拿着盘桃酿 思索了半天才说到 我在大荒流浪的时候 结识了一位朋友 她有的时候也会做点情报 这方面的生意 我曾送过她几件核心的礼物 这没预减算是她的回礼吧 枪炫更震惊了 这么珍贵的情报 就只是回礼吗 那我倒是好奇你 送她的是什么了 小妖思索了一下 继续找不 前段时间 我们在酒楼吃饭 隔壁刚好是轩原的官员 她看我言语间不是十分熟悉 这才送了这么件礼物给我 小妖突然觉得心很累 她回头还得嘱咐阿念一声 别让阿念说漏了 枪炫大赞 这大荒内 竟然还有如此人物 小妖 你可能告诉我这人是谁 我若得此人辅助 何愁这大荒 无法一同 小妖千算万算 没算到枪炫竟会如此执着的想要知道这人是谁 小妖哼了一声 又开始头疼 她要是告诉枪炫 这人是香柳或者防风呗 估计枪炫现在的脸色绝对比朝云风上的炭火都黑 小妖只能继续虚虚实实地说 这怕是不行 她那个人 生性高洁 我爱慕名利 更是不喜约束 怕是请不来 枪炫顿觉可惜 很是遗憾 竟是位世外高人吗 也是 若非高人怎能有如此心胸 将此物以回礼赠你 小妖 你若是再见到此人 务必替我转达谢意 小妖心想 其实你自己就可以表达谢意 刚刚你还送那高人下山呢 但是她只敢想 不敢说 小妖看着枪炫脸上少有的激动神色 有点犯愁 这要是哪天枪炫吃到了这一桩桩 一件件的事 都是她的死对头 和她一贯瞧不上的防风被绊的 然后她还这么瞒着她 那她会不会被枪炫给打死啊 小妖越想越不敢想 她悄悄地溜回了寝殿 留下枪炫一个人在风中无限感慨 这一晚 小妖做了一宿的梦 一会是无数个 枪炫拿着刀追在她背后 喊着要把她剁成八块 一会是她背香柳八十一个头围在中间 她把前边的头拍下去 后边的又起来 她把左边的头拍下去 右边的又起来 啥是好玩 她玩着玩着 甚至都把自己从梦中笑醒了 笑声传出的瞬间 外间在踏上休息的苗圃 眼睛睁开之时 就直接摸上了腰间的武器 她仔细地分辨了一下笑声的来源 唇角无声勾起 又继续合眼 浅浅睡去 真好 这朝云殿内又能听见王姬的笑声了